一照救臺灣讓大家渡難關 行政院召開臨時院會後向國人宣布 規模一照五百億元的紓困方案 其中特別預算再加一千五百億達到兩千一百億 再加上以緩積極基金一千四百億 以及公股行庫貸款額度七千億 預算分配以經濟部勞動部佔比最高 交通部衛福部居次 可以看出政府著重在穩住產業經濟 就業觀光和防疫 特別針對的這個就業 服務業跟製造業大概會協助66萬人 司機跟自營商的相關工作者大概有12萬人 另外還有自營工作者 事實上達到100萬人 總共我們穩住就業大概是192萬人 而最近逛街的人減少了 許多店家和業者都很期待的酷碰券 也有進展 透過平台來協助 那老人的部分 我們也會透過敬老卡來協助 每人每月上限了1000年 你消費政府來折扣 不過還要緩一緩 因為受到境外移入感染的影響 以及社交距離的限制 要等到疫情緩和後 才會推動酷碰券 讓大家買的開心也逛的安心 另外渴望最快在這個月底 包括弱勢老人和兒少等弱勢族群 每人可領4500元的津貼 就盼大家一起度過難關